一輛輛貨車路邊大排長龍 車斗滿滿文旦 要讓農會搶先收購 麻豆文旦大果先收成 但卡到大陸進文旦 讓台灣文旦外銷衝擊 加上中秋節快到了 農會和時間賽跑 收購品質較差的大果 讓農民鬆了一口氣 它因為有一些較大的果粒的話 果粒不是很好 所以說它如果進到市場的話 它會平常到比較小 小兒的消費市場 大果的部分是 也是農民比較難注意的一塊 麻豆農會收購大果要做成加工品 還出動五台為電腦水果削皮機 文旦削皮只要5到10秒鐘 預計4天收購50萬斤大果 收購第一天已經滿滿文旦 那這個是農會自己的 一個加工廠啟動收的 預計4天要收50萬斤 不讓大果流入市場 影響中秋文旦價格 大果去化後 銷售壓力的確減輕 農民也有望撐住價格 但要拼外銷 還是希望正補祭出方案 不要讓農民 種了又賣不出去 心血泡湯 就要賴館張 台南報導 好像有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